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色作品 获得了不同年代青年的认可 至今仍被人称道的编程 她凭借该片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正是她的经典作品 1999年3月初 林子峰因病逝世 享年82岁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经历 似乎看上去她和书画艺术没有什么关系 但1995年的一件事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当年六月 富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 维谦和78岁的林子峰一起举行了三人书画展 在当时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 一年后 他们三人都做品展 还办到了日本福岗市 从这看 林子峰确实有扎实的艺术功底的 不然 也不好登大雅之堂皇 仔细搜索就可以了解 林子峰能成为书画通才的人物 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她生于书香门第 自小就接受了较全面的文化熏陶 另外 她的姐夫是著名画家李古禅 进水楼台 她必定潜移默化地沾那些艺术气息 据说 在圈子里 林子峰的书画也挺有名气 她曾担任中国影视艺术家书画协会副助席 这些证据的存在 文从沈梦认为至少表明 林子峰不是书画外行人 也不是为了孤名调育 硬凑艺术经过小编仔细查找 确实还找到了几张林子峰的书画 绘画作品 看来她的艺术素养却实全面 她的书画作品有的跳脱活泼 气势纵横 一点一画 以下不俗 立书 一板一眼 十分符合法度 林子峰的绘画作品并不多见 这里找到了她的一张松枝图和花绘图 素雅高洁 默默含情 寥寥几笔 就勾勒出与众不同的图样 其中的艺术追求 全面的展示在笔下 当我们了解了 原来这位老导演 在拍电影之外 还有这样独特的艺术修养 同时她不为名利 仅把书画当作自己的爱好 默默到老 想到这里 她就越发令人尊敬了